话题人我还看到名嘴朱学恒 两年前聚餐的时候 强吻台北市议员钟佩军 一审判刑一年两个月 今天二审开庭 他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场 面对媒体询问 他前一天在脸书上面公开道歉文 他低调是不回应 但是发文的时机就那么刚好 在开庭的前一天 不免引起外界质疑 是不是想要争取轻判 花钱了事呢 致敬的当事人钟佩军也说 对方居心大家都很清楚 还说这段时间 其实律师一直要他谈一个价码 但他认为整起事件重点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朱学恒开庭前夕 脸书道歉 现身高院时却什么都不讲 强吻案二审辩论终结 他还是没得到谅解 在经过两年两个月又十一天之后 道歉这件事情对朱先生 好像是一个自助餐 认错道歉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好像非常困难 颠三倒四不管是犯侵犯我 或者是道歉这件事情 自始自终都是照着他的节奏 没有考虑过被害人的感受 钟佩军要求道歉内容 必须找一审判决讲清楚 不能含糊带过 批评朱学恒没有诚意 还用钱羞辱他 他和他的律师不断的一直在提钱 在提价码这件事情 我昨天已经说过 我不是一个商品 请不要再提价码来羞辱别人 不管你提到多少钱 这件事情关系的是正义跟真相 从来都不是价钱的问题 大街上羞辱我 在直播里面攻击我 但是选择在脸书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基本上 没什么人在看的脸书 然后用代号 我不懂的就是骂人的时候 联名带姓 道歉的时候用代号是什么居心 朱学恒一审招判一年两个月 不得一颗罚金也没有缓刑 赶在二审结案前发道歉文 有律师分析 因为上到三审才认错跟和解 太慢了 朱学恒曾宣称断片 人达成和解 而获得比较轻的刑度的时候 必须要在二审的时候 赶快来处理和解协商 朱学恒曾宣称断片 不记得事发经过 甚至说中佩军受人指使 将全案形容为政治迫害 直到二审才松口认罪 高院将在十一月十四号宣判 记者刘松林无上线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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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